如泡沫般华丽而幻灭 今天我们就来说西萨 在最后的战斗中 最后的泡沫透镜 也是把整个战斗的华丽值给拉满了 非常炫 将胜利的希望 也是传承给了二乔 就崇高的升华了巨型 然后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但是就是在我看来 整个巨型的编排 那个战斗节奏 其实是有点快的 比方说西萨一开始 引领二乔去找丽莎丽莎之类的 接着引入最终决战的氛围 都担任了一个引路人的角色 当然自从第二部 这个战斗走太快以后 第三部开始 舅舅尤其是二号位的拍档 一般都会跟着剧情 走到更后面一些 就是会更有层次的人物的表现 更多的戏份 更多的荒芜老师 作为作者的这种临终关怀 这之惨 说明作者也是在慢慢成长的 后面的几部 他的配角的戏份也越来越重 尤其是第四部 第四部就过重了群像剧了 所以我就不是特别喜欢第四部 但是有的人 他就蛮喜欢那种风格的 日常校园那种感觉 是吧 各有迁究 对 相比之下 第二部反而就是一个 二乔的个人表演秀的那种感觉 主体的部分 看过以后 这次我就要吐槽一下 就这次的西萨 就配色和头雕的美形度 都稍微略差了一些 玩了一阵子以后 我终于知道 就整体为什么观感 给我带来较差的原因了 就是西萨的衣服 它是一个宽松的露腰的 像夹克一样的东西 超像可动的原型师 做这种宽松的衣服 甚至是第三部的大衣袍子 都会稍微有点控制不住 那个造型 收不住了吗 收不住 而且有观众告诉我 就是说第三部 是最早推出的超像可动 它的造型或者什么差一点 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这个系列也是慢慢的成长 并且这次的西萨的配色 都是一个浅色 白色它是很难控制的 尤其是在画画上容易画脏 对于一个量产的 需要涂装的产品来说 它很难控制的很精美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在一个比较低的预期值下 我又把玩了一阵子 我发现这个西萨又香了起来 就是在打光的情况下 有些角度看 就摆一些特定的造型 还挺帅的 也许是我光影打得好 也说不一定 我和你的想法有一点点的偏差 就是我觉得 就造型和这个衣服配色 我觉得就我还能接受 但是它的脸 它那个角度很限定 这次脸有点崩 对 就一般超像可动的脸 其实是很美的 基本上没出现过什么太大问题 这次西萨就不行 对 第一次我吐槽脸 所以这次一个西萨 总体来说是一个中等的出品 有好有坏 把玩上这次的西萨 和之前玩家的二乔 然后咖子也一样有一个肩部的弦身机构 但是这次西萨 肩膀上有一个硬质的皮甲造型 导致这个关节形同虚射 而手腕的部分 可以看到有一个金色的小手镯 这个是独立分件的 就很精致 平时可以取下 大家在把玩的时候 这个其实略微有点影响可动的 头发的部分 西萨这个头上有个小翅膀 就运输的过程中就窝起来了 这里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 就用吹风机吹一下 把它撸直就可以了 膝盖的部分 有一个护膝来防止关节 关杆上的穿帮 这个造型和屌爷的有点像 是 是一个护膝嘛 屌爷是硬的 屌爷是爱心 把玩的时候 要注意到整个夹克 都是一个硬质的情况 所以对于摆造型 是有一定的阻挡的 其实上半部分的配色和造型 都还挺不错的 只是衣服和裤子的部分 太多白色了 所以确实不好表现 就设定如此没办法 第二个头雕 是一个咬牙的战斗姿态的头雕 注意到头上的小翅膀 也是因为运输的原因 它挤压变形了 对表情也好 不是特别好看 除了表情以外 其实其他地方和普通头雕 没有太多的区别 我这里用吹风机又处理一下 就撸直了 而且很神奇 我用吹风机吹的时候 这个羽毛自己伸直了 就很神奇 其他部分的配件 因为这次西萨也是个大盒子 结果打开一看 额外配件都是小东西 就让人有点小小的失望 首先就是波纹泡沫阵 是一个透明件 外加两侧固定住了 释放这个必杀剂的一个手型 整体大大的 而且透明的材质感还不错 就很均匀 没有气泡 我这次要表扬一下 我是很不喜欢这种特效件的 你平时都 尤其钢铁侠那个配合 对 但这次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 颜色上也有一个 青蓝紫的渐变涂装 加一些金属涂装 用我们小姑娘的话就很鲜 反正是一个魔幻炫彩的感觉 安装在人物身上也非常简单 就替换一下手就可以了 不过我怎么感觉 他只用这个技能打过啾啾 因为太久远了 感谢只用来揍过啾啾 波纹割刀呢 改良版的高速旋转的 圆盘形的一个泡沫 这就是用来直面对抗 瓦木屋的风 的西萨原创的技能 这里只给了两个 但是颜色上有个区分 也有对应的支架部分 来进行支撑的 不过这个分色呢 为什么会有区别 就感觉是还原 经常变色的插画呢 不是就是那种折射 不一样的光的颜色 对 可能就是那个终结机嘛 那个泡沫透镜 颜色是有不同的 总之还原度和这个 材质感的颜色呢 都挺不错的 就是量有点少啊 不太能还原故事中 因为一般出现的时候 都一大堆泡沫了 不能给你搞20个 支架都怎么支架 怎么架起来 当时那个米斯大安那么多 小替身就挺难弄的了 这也确实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只给了俩 并且呢 希塔这个泡沫嘛 它是旋转攻击的嘛 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第七部的杰洛齐贝林 也是齐贝林家族啊 的铁球回旋 第八部四弹桥的那个泡沫 就是在漫画中啊 就有NPC解释过 这个四弹桥的泡沫 它是一个高速旋转的毛发 其实也是旋转 都是回旋啊 就是非常小的细节设定 还没有看 而爱哲红石呢 是做成了一个 真实的项链的感觉 前后是不对称的 就做的还行啊 其实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物件 放大以后可能会有点糙 并且它最怀疑的地方呢 就是真的做成了 剧中那个透镜的感觉 这个呢 就和喀兹桑马套件中的 那个红石版的 屎鬼面如出一辙 那我们就最后总结一下 这个希塔呢 我刚拿到的时候啊 是有点小小的失望的 就是头雕啊 不行 颜色啊 不行 我就有点小落差啊 毕竟动画版呢 还是它这个造型啊 饱满 美形了不少的 带着这个失望的心情呢 我实际在手上 盘了一阵子这个希塔 感觉 可以 盘出感情来了 对 真的是玩出感情了 就 它依然是发挥出了 这个原型师 设计师的实力的 质量呢 中等 稍微偏上一点点 如果你要拿来 收集第二部 所有的人物啊 或者是你就喜欢希塔 或者是你想跟二乔 配CP 买它 其实也挺好 但如果说想体验优秀的超像可动的出品呢 第二部的角色里面啊 我更推荐我们家之前玩到过的卡子和二乔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